这一题说一个运动选手在100公尺竞赛中能达到的最大速率是11公尺每秒 那枪声响起之后呢从静止开始加速 而这个加速过程是以固定比率增加速率 也就是等加速度运动啊 那选手呢可以在12公尺的距离之内达到自己的最大速率11 接着就一直维持这个最大速率运动 那要根据这个资料我们来去计算 到底他跑完100公尺应该是花几秒的时间 好在这边呢我们知道一开始有加速度 后来呢维持等数 所以一个变加速度运动 我们经验上要用VT图来处理是比较方便的 而这个VT图当中呢斜率代表的是加速度 面积代表的是位移 对不对 一开始我们说静止用等加速度运动 所以斜率是固定的斜置线 接着维持11的等速率运动 好那面积代表什么位移嘛 前面从0加速到最大速率需要花12公尺的距离 那剩下要完成比赛就是要用11的速率跑完剩下的88公尺 这样子就可以算我们的时间了 这块三角形面积是12 你1 2底层高 是不是就可以算出T1的时间 好这个T1算出来呢是11分之24秒 那接着呢后面这块矩形面积是88公尺 我维持11的速率完成它 那要跑几秒 是不是需要跑8秒 对不对 所以前面12公尺我跑了11分之24秒 后面我花了8秒完成 最后整体算出来呢 它的成绩大约就是10.18秒